我們又聽了一次德博雜課的捷克的音樂 那我們這次又回到了法國 我們這次聽的是弗瑞 弗瑞是誰呢? 弗瑞他就是聖桑的一個德藝的弟子 繼承了聖桑的法國音樂 那說到法國的民主音樂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我們說原本的音樂發言地是德國跟義大利 那為什麼法國的音樂是怎麼樣? 民主音樂是怎麼樣興起的呢? 主要是因為1870年的腐化戰爭 腐化戰爭跟法國的拿瓶的三世 親徵去打普魯士後來被俘虜了 這對法國來說是歧齒大陸 所以從那之後法國人決定 我們不要再演我們普魯士 我們演德國的音樂 所以他們就出現了 聖桑就找了一群人來做這個法國的音樂工作 那弗瑞是他得意的弟子 在那個時候呢 法國的繪畫也出現一個很特別的派別叫做印象派 印象派是用光還有顏色 光影跟顏色這兩個東西呢 來組成一個叫做風景的印象 真實的印象 看不出完整的輪廓 但是用他的色澤 用他的明暗來表現出那個樣子 而音樂也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法國的民族音樂可能就是有印象派的設成在 那弗瑞就是這個開創者 他後面有德布希還有拉威爾 都是印象派的作曲家 那我們歡迎接下來的演出 弗瑞的第一小調鋼琴三重奏 第二樂章 鋼琴之神 俊廷 大力琴 吳宜芳 丹皇 管 郭埔 讓我們一起來聽這首印象派的作品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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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